下一題翻例二 第二題的話 告訴你說有個公司在民國109年的時候 營收是13.6 你把它劃起來 然後稅後的淨利是800萬 這一個這樣寫 會讓你有問題喔 什麼叫800萬元 這個馬上你就會被那個 這個800萬的話 這個是百萬千萬億 其實800萬元其實是8億喔 你要小心喔 對對對 你要小心喔 因為他已經寫800又寫百萬元其實是8億喔 要小心這個地方 OK 那對 這很賊 然後再來民國110年的話 營收是16.32億 然後呢 稅後淨利 這個稅後淨利是說稅扣完以後 扣掉稅以後 還可以存到的錢啦 還可以拿到的錢 就是760百萬元 那還好這單位都一樣 所以問題不大 除非他跟前面的營收會扯上關係 好 那第一題要問說 109到110的營收成長率多少 好 那你要先兩千相減嘛 對不對 因為本來是從13.6變成16.32嘛 兩千相減 你是不是增加了這個2.72億對不對 嗯 那成長率的話跟誰比 當然是跟前一年比 就是1090來比嘛 對不對 對 所以答案應該是13.6 你增加的部分 2.72 這樣子 所以你成長多少 你去除一下 答案應該是20% 會嗎 OK 那再來第二個 稅後的成長率多少 那這個很明顯的 你從800萬變成760 你當然是有減少嘛 對 減少說他成長率應該是負的 好 就兩個先相減 少了400 欸 少了40對不對 對 那當然也要跟誰比 跟最開始的那個800萬比 800百萬元比嘛 為什麼都要跟前面比 不是跟後面 這個就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當我告訴你說 譬如說好了 你擺有一百塊 這個你要記下來喔 你擺了一百塊 然後這個如果老闆告訴你說 我幫你增加薪水 加10% 那請問你 你可以加多少錢 加90 沒有 加10塊 加10塊嘛 對不對 怎麼算的 應該是100再乘上10% 所以變成多少 110吧 對不對 好 隔了一個月以後 老闆告訴你說 你今天工作不能努力 你要減10% 請問你 110的話 你減10%的話 是跟誰比 是100還是110比 但是跟110比 所以你變多少 少了11塊對不對 變多少 變成109了 所以你該講的是說 我要跟誰比 但是跟原來的比 不會跟後面的比 這樣懂嗎 好 因為 邏輯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當我們要增加的時候 或是減少的時候 都要跟最開始的狀況去做比較 像這個地方 我們開始舉的第一個例子 是說你擺有100塊 那老闆幫你增加10% 但是跟原來的比 那減少的話也是一樣 這樣子會啦 所以減少了這個事實的話 大概是跟原來800比 這樣子 OK 那算是說 但是少了多少 少了5% 所以應該是減掉5% 所以成長率是-5% OK嗎 OK 可以吼